奇怪 这不是小迪家的儿童车吗 怎么会停在我家门口 难道是来找我玩的 但是我今天一直不在家呀 我得赶紧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糟了 怎么有一个和我一模一样的小赛罗 在和小迪家他们玩 难道他是怪兽变成我的样子 接近小迪家他们 趁机把他们抓走吗 我该怎么证明 他是假的小赛罗呢 小迪家 你们不要相信他 这是假的小赛罗 你为什么冒充我的样子 小伙伴快给他丢狗头 让他献出原形吧 我看你才是假的小赛罗吧 是他叫我们过来玩的 我们在这很久了 你突然跑过来说 他是假的 谁相信你啊 就是啊 大家不要相信 这个刚来的小赛罗 你才是假的吧 你假扮我又有什么目的 我看该离开这里的是你吧 走吧小迪家 我带你们去别的地方玩吧 我们走了 这个新来的假小赛罗 真是扫兴 真小赛罗 最终还是被误会了 大家给他点小红星 安慰安慰他吧 喂 小迪家你们不能跟他走啊 他一定是怪兽变的 你们这样去太危险了 在我家还安全点 要不你们在这 我走 我们才不相信他的话呢 你看这个假小赛罗 太好笑了 一直追着我们 真好玩 我们开慢点 逗逗他 你看他还在追 求求你们 不要跟他走啊 我才是追小赛罗呀 你们这样去太危险了 小赛罗就这样追了好久 你们觉得小赛罗 是合格的好朋友吗 是的话 就给他点小红星和鲜花吧 哎 算了 我也追不上他们 再说了 他们都不相信我 我干嘛还要那样保护他们 这次就让他们吸取点教训吧 可是我又不忍心 他们就这样被怪兽带走 毕竟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啊 不行 我得赶紧想想办法 喂 老爸 你赶紧叫上其他奥特曼叔叔回来 小迪家他们有危险了 咱们赶紧开车去追他们 再晚就来不及了 爸爸你看 那不是小迪家的儿童车吗 他们肯定就在这附近 我看到他们了 他们果然已经被关在那个小房子里了 奥特曼大佬 我们走了 都是我们老板 黑暗杂鸡先生 让我们抓的小迪家他们呀 你们就饶了我们吧 是谁在外面瞅瞅 打扰我睡觉 完了 爸爸 Q了 还是被他们找到了 我还是赶紧溜吧 到底是谁破坏了我的计划 一定是这个小赛罗 他太聪明了 看来下次一定要先抓小赛罗了